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個單元裡面呢 我們的基本練習要再更加的進階一點點 我們練習五度連音 因為如果各位可以把每一個五度連音都練得熟悉的話呢 那麼再來你曲子的音域就可以更加的延伸 那五度連音顧名思義它就是五個音 所以就是Do Re Mi Fa So 那我們讓它可以整個來回一遍 那它就是Do Re Mi Fa So Fa Mi Re Do Do 所以下一組五度連音就是 Re Mi Fa So La So Fa Mi Re 以此類推 那詳細的譜例各位都可以在課本上面找到 那現在老師簡單的示範一下 下一組五度連音呢 就是Re Mi Fa So La 再下一組呢 當然就是Mi Fa So La Si 所以我每個音都是用吐舌的方式 聽起來才會清晰 再來是Fa So La Si Do 再來是So La Si Do Re 接下來是最後一組就是La Si Do Re Mi 那一樣這個是練習的上行部分 各位可以參考課本繼續的把下行的部分完成 練完了五度連音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演奏 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裡面的第四樂章最重要的主題 就是它以席樂的詞寫的歡樂頌 那這個歡樂頌其實它的基本架構就是五度連音而已 那課本上面各位可以看到 有這個Si Si Do Re Re Do Si La So So La Si Si La La 那它一共其實只有四個大句子而已 那我們一進一句來看 這就是它的第一個句子 那接下來是第二個句子 所以其實它的架構 Si Si Do Re Re Do Si La So So La Si Si La La 都是在So La Si Do Re 這幾個音裡面去盤旋 那所以這個曲子其實是相當相當簡單的 只要各位練熟了五度連音的話 要演奏這個曲子非常非常的容易 那接下來我把曲子演奏完 就是這樣子 所以練熟的五度連音之後呢 其實演奏貝多芬的歡樂頌 各位相信會如同稻吃甘蔗一樣的輕鬆 接下來我們有兩首好聽的曲子 那它都短短的 其實呢都是音階 還有五度連音 加起來的一個總和 那再來我們先從這個倫敦鐵橋開始 你會看到 So La So Fa Mi Fa So Re Mi Fa Mi Fa So 通通都是這幾個音 有沒有 都是這幾個五度連音 所以練好了之後呢 其實是相當容易的 接下來的曲子是甜蜜的家庭 那各位看老師這樣子演奏好像很輕鬆 其實呢 我在演奏的時候做很多的調整 什麼樣子的調整呢 就是雖然我的手指按不同的這些音符 可是我所演奏的氣流 其實是略有所不同的 當我演奏Do的時候 要到Re的時候呢 我的氣流會稍微強一點點 這樣子我才可以把Re的音色 吹得比較飽滿比較漂亮 所以接下來的這個曲目呢 甜蜜的家庭 我用第一個句子當作例子 聽起來呢 只有非常簡單的 Do Re Mi Fa Fa So So Mi So Fa Mi Fa Re Mi 但是呢 其實我體內的氣流 是跟著這個音符在走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把音色演奏得漂亮 所以當我演奏Do Re Mi的時候呢 我並不是 非常死板的這樣子去演奏它 我其實氣流是跟著它稍微去 所以在到F的時候 So 也就是說呢 其實你們可以聽得出來 氣流是有調整的 那像甜蜜的家庭 這樣子比較慢版的曲目呢 我們需要非常平穩 漂亮的氣流 你們才可以把它的音樂演奏得漂亮 那我再演奏一次 第一個句子 那同學們要注意看 老師的氣流 注意聽 音色是不是有漂亮的變化 有沒有聽到這其中的不同 所以各位在練習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你們的氣流 是不是呢 適合陶笛的每一個音 你要去嘗試 要找到最漂亮的音色 那曲子的中間呢 有一個 So So Do Si La So So Mi 這個地方呢 更需要大家把氣稍微吹強 這個So So Do 如果我們沒有吹強的話 聽起來呢 會很像是玩具的聲音 如果我們稍微有一點堅強 曲子的音樂性就會更加的漂亮 所以其實演奏陶笛就是這樣子 你所要想的就是氣流和樂器中間的關係